你知道传统的凿灰汤 有哪些东西是并不可少的吗 少了他们的凿灰汤 是没有灵魂的 同步尝一下 面粉 盐 抓揉清洗一下 然后用清水过两边 冷水下锅 把红沫撇掉 放两片生姜 料酒 这个拿出来放冷水 来 把它冲水干净 把水烧开 要把中度放进去 中火煲两个小时 等会后清洗一下 把水擦开了 换姜片 料酒 就要把这个捞起来 把洗好的大肠 猪肺 放进去焯水 捞一下一清水洗一下就好 把洗好的三个食材换进去 一起煲 铜骨要煲两个小 其他的什么时候煲透了 就可以捡起来 水烧开后 大火管小火 一个小时以后 把这几种食材先捞起来 鸿汉肉 猪肺 只剩下铜骨了 再换一个小时 大肠 先给它切后片 把猪肺切片 鸿汉肉也切片 水烧开了 虎肚先换进去 然后这个肉皮 香菇 金针 我现在这个捞差不多了 花菜换进去 OK了 赶快捞起来 大肠 猪肺 鸿汉肉 然后换点料酒 去腥 真香 我现在这个好了 这样捞起来 换点猪油 然后把这个蒜换进去 先鸡上了 然后换入鱿 料酒一点点 好 白菜煸一下 煸一下 好吃 我现在把这个汤过滤进去 现在把刚才焯了三种食物 放进去 这个泡软的粉丝 剪刀拿一个剪一下 就筋得起煮的东西都放下去 再换点盐 这时候调点鸡筋 鸡筋 这个 水烧开 加粉丝 花菜要这个时候下 然后芹菜 非常灵魂的 胡椒粉 没有胡椒粉就不是大家会了 还有一个红葱油 这个是必须的 让大家有个旧时代的感觉 那早会这一碗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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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